疫情期间,光复乡地方建设是不停摆的 乡公所积极地争取推动传统市场环境改善计划 获得上级补助700多万元的经费 25号举办了简单的动土仪式 乡长林清水表示 未来除了强化市场的停车场、公厕等设施服务 另外也规划了一处小农野菜市集 迎接疫后的新生活 推动规划许久克服万难 老旧残破的光复乡 第二传统市场建筑终于要拆除改善 今天上午良辰及时 乡长林清水、乡湾客市主管与施工厂商 简单举行了动土仪式祈求工程 平安顺利 所以我们今天动工 还有动工一定供给它三个月左右 工程会到700多万 我们希望周遭的市场周遭环境可以弄得更好 以后交通更顺畅 然后可以让我们有摆设野菜 一些小农的菜的地方 面对老旧残破的围楼建筑 乡公所舍弃补强或拉皮的方式 而是全面进行拆除改善 来强化市场环境设施的服务品质 向上争取获得700多万元来推动执行 而再者对于全国疫情三级警戒延长 冲击百工百业 相公所也决议7月份将市场租金减半 和摊商业者共提时间 关系的说法 我们传统市场也好 一般的这些商店都影响很大 所以光顾相公所对我们传统市场的摊商 我们7月7、8、9月3个月 我们是租金减半了 疫情期间 相公所将传统市场租金减半之外 建设地方的脚步也不停歇 今天动途改善的第二传统市场 为期三个多月的工期 将进行摊位空间整治 震设市场停车场、公测等 来提升市场设施的服务品质 另外也将规划设置小农货野菜市集 强化市场经营特色 迎接役后的新生活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